盛大開幕是全台舞者 輪番上場演出 嘉義草草戲劇節的第一帖 先以大批民眾共襄盛舉 沒想到表演到一半 竟有舞者新傳噩耗 今集CPR急救 現場工作人員 醫護站護士的手沒停過 只是到場時 男子已經失去意識 倒在走道上一動也不動 起初大家還以為他在表演 躺了近一小時 妻子發現不對勁 趕快打電話叫救護車 救護人員到場 將人台上擔架 持續CPR和死神搶人 途中還實施電擊 直到送進醫院 仍舊回田伐樹 41歲的黃姓舞者 從北部禍邀參加開幕儀式 文文沒想到會在演出過後 突然猝死 那不以為他還在表演 那就沒有去跟他理會 那後續是由他的妻子發現說 他沒有反應 然後因此打198萬 草草戲劇節第一天 開幕就驚喘噩耗 突如其來的意外 更讓家人悲痛萬分 這嘉義綜合報導 第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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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月